辽国的黄龙虎被这个金国女针夺取之后呢 一对元熙又集十万大军 就想一举啊 把这个弯压不达消灭掉 那么这一次的 这个辽国的天作地能够达到目的呢 能够一举前耻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 讲的弯压不达起兵公僚 一路从黑龙江达到吉林 接连在出河殿之战 和黄龙虎大战当中呢 一少胜多 绝对是打出了女真速度 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 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呢 还真离不开这弯压不达的口才 这个人呢 又会吹牛 又会画饼 不过呢 这哥们还真是个讲究人 最后的所有这些牛 这些饼 人家真给兑现了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你说为什么 这弯压不达一直能够 以少胜多 一直能够以少敌众呢 一步一步 先前一度叱咤风云的辽军打得抱头鼠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辽国应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作为国君呢 耶律延西和他前面的皇帝就是他爷爷 这个辽道宗 耶律宏基 实际上呢 非常有大的责任 这爷孙两个人呢 说句实话 已经把这个辽国啊 在内部祸害的差不多了 我们要知道 外部力量 绝对是没有办法 非常轻易的 把一个大的国家 大的集团 瞬间消灭的 肯定是呢 这个大的集团 大的国家 内讧 内部的人争权夺利 最后呢 才会被外部的力量轻轻一击 从而呢 分崩离析 辽国的黄龙虎 被这个金国女真啊 这个夺取之后呢 耶律延西啊 又集十万大军 就想一举啊 把这个弯压国达消灭掉 那么这一次的啊 这个辽国的天作地 能够达到目的呢 能够一曲前耻吗 我们这一集仔细聊 在聊之前呢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伙多发弹幕啊 跟梅老师多多交流 我们上一集说到这个辽军呢 在天作地耶律延西 亲自统领之下 汹汹而来 就想这一下啊 绝对得把这弯压国达给打灭不可 势在必得 公元1115年 也就是金国的收国元年 辽国的天庆五年 这年的年底 十二月初吧 弯压国达亲自率领两万骑兵 进军到哪呢 到当时的姚拉这个地方 他就派遣的手下弯颜西国乃 弯颜银树可 然后呢 这两个宗室子弟吧 镇守达鲁古城 他自己呢 就率领主力 就在姚拉这个地方呢 筑起营垒 蓄势待发 准备呢 随时出击 十二月初十这一天呢 忽然传来消息了 辽朝的御营副都统 耶律张奴 率领手下呢 叛奔上京 他想干嘛呢 他想拥立当时人在辽国南京 有时候今天北京帝 现在辽国贵族 耶律纯伟帝 我们就一直讲 辽国天作地 继位以来呢 辽国内部矛盾越来越多 但他咱们也没想到 哎 你看他自己领兵 出来打仗 后院居然发生另立新军 这样的 这个大戏 士气仓促 当时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 这个辽国皇帝 竟然是无心在战 就放弃了这个消灭金军的千载南逢的良机 马上命令自己手下大军回撤 我们想一想 本来是由辽国组建的 泰山压顶似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压制 忽然之间不战而退 等于呢 最后送了一个大礼 给这万亚固达 什么大礼呢 全军覆没的大礼 12月12日 金太祖万亚固达得知辽军撤退消息 哈哈大笑 他马上就抓住机会 帅领主力金军 轻装奔袭 在忽布达岗这个地方 追击了辽军的主力 万云阿古达身后 所有的金国主力也陆续赶上了 辽军将士 这个时候是一门心思往回跑 往回撤 忽然一回头 看到金军已经开始追上来了 来持冲横沙了 因此 马上吓得心惊肉跳 当时辽军就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心思 一时间四散奔逃 实际上就到这个时候 辽军的先头部队 他都没有和金兵产生过接触 真正的仗还都没开打了 忽然接到辽国天作地命令 宣布撤军 因此辽军内部 也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恍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怎么回事 这么多大军 忽然之间皇帝要撤兵 而且就这么紧急的撤兵 因此各个心生猜疑 由此可见 当时天作地 耶律阳七 不仅他自己没有军事才能 他手下那些文臣武将 也是没有能人 你想 这个时候 他自己所谓的御驾亲征 相当于就是自我毁灭 当时辽军撤退前 如果把他部队当中的汉军步兵 留下来断后 还准备充足 天作地 他自己率领骑兵 有条不紊的先退 应该也不至于辽军败的这么难看 最为关键的是 就当金军在护部达纲 追上辽军 开始发动攻击之后 当时的辽军 实际上 还不是说真正的处于下风 因为他的人数优势摆在那里 但天作地 约列延西 完全没有他祖先 契丹人那种无畏的勇气 竟然 他就让他的建卫军 先把他自己保护了 撒丫子 他先逃了 而当时的金军战斗方式 和辽军有很大的不同 金军这女瞻兵马人数虽少 但这些人都是重甲的重骑兵 辽军骑兵 大多都是那轻装的投射骑兵 如果当时辽军步兵有足够的战斗勇气 还是能够有效阻止 金军这重骑兵的冲击的 我们想日后南宋岳飞 那就是率领步兵 大败身胚重铠的 金军连环马 还有拐子马 但此时此刻 耶律延西 他作为辽国的皇帝 他先行逃跑了 由此 他的行为对辽军的士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更何况 本来辽国的步兵 好多人还都是临时迁军的汉人 这些人 事先的战斗训练和战斗经验严重不足 因此 就被金军的重甲骑兵这么一冲 很快就败了一塌糊涂 愤愤的结甲跪地投降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辽国的步兵溃败的情况下 辽国那些投射清骑兵实际上还是可以击败追击的金国重甲骑兵的 因为只要这些辽国的清骑兵有条不紊的后撤 他们就有足够的空间 让在不断后撤的过程当中 用弓箭消耗金国的重骑兵 然后再利用有力的地形进行反击 更重要的是 当时辽国骑兵在数量上 是完全可以压制金国追兵 金国整个兵也就不过两万人 但是所有这些假设 所有这些战术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辽国军队不能慌乱 不能随意后撤 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前提 罪魁祸首是谁呢 就是天作地 你想他作为皇帝 作为辽军的精神象征 他竟然先撒鸭子跑了 因此当时辽国军队 他那个战斗意志完全崩溃了 由此金军的追击 等于就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等于就是成了打猎 实际上分析当时那种状况 金军在追击过程中 他们是没有重步兵的 而且在开始攻击的时候 是用重装骑兵 首先从正面中央来突击辽军 班阿古达这种正面突击的方式 先前总是能下退 守当其冲的辽军的重步兵 但这次跟先前不同 毕竟是皇帝在军中 辽军的重步兵 开始的时候还挺卖命的 等于是顶住了 金国重骑兵的突击 在短时间内 他们还立定脚步 和金军的重骑兵 开始缠斗 打到这个地步 实际上金国的重骑兵 还是比较吃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金国的重甲骑兵 冲到了辽国的重步兵人群当中 重骑兵的冲击优势就没了 它那冲劲就没了 我们可以想象 战马周围 那些辽国重步兵 也是身劈重铠 手拿长矛 还有那大刀 完全就可以攻击金军 这些批铠甲的马匹 只要这些重装骑兵 马 马腿一被砍断 摔下马来 他们身上的倍重的铠甲 就会成为巨大的累赘 就这些人只能躺在地上 等着被杀 所以说这铠甲 尤其是重铠 是双刃剑 你在马上能保护 你一旦掉下马来 等于就变成困住你的智库了 还好 就当时金军 女真兵 在精神方面是占据优势的 即使当时陷入 辽国的重甲步兵之间 即使和他们缠斗 依旧是抖擞精神 继续往前冲杀 本来呢 辽国军队的将领们 还想进行 有组织的有序撤退 但是如今呢 皇帝都加着尾巴逃跑了 你说他自己还怎么能着急呢 自己还有什么能力 指挥手下这些兵马呢 反观弯牙固达这方面 就在耶律延西出奔后不久 逃跑后不久 他就收集了所下所有的人马 而且立下死命令 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辽军啊 全部斩尽杀绝 就在这护布达纲啊 这个地区 李珍军队当时也杀红养了 而且呢 还追上了耶律延西 平时最看重的 也就是辽国最精锐的 这个皇帝的中军 当时杀的是血流成渠 在那光秃秃的 画树林里面吧 到处都是辽国军队 那些契丹啊 渤海啊 还有那些汉人将士的尸体 流出了鲜血 把附近的草地 都染成了红褐色 到处都是辽军 那些失去主任的战马 这些战马 拖着江城 四处逃窜 而且辽国那些 滚落在地 那些伤兵的安嚎声 是响彻于天 其实呢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大辽帝国的国奏 等于就是呢 已经开始葬送了 就葬送在 这冰冷的护布达纲 护布达纲战役一年之后呢 弯压国达 他女侦部队 又打败了 趁着辽国统治力丧失 而自立为王的 那渤海人高永昌 把辽国的东京辽阳府 也给攻陷了 得势不咬人 弯压过打 又率领的手下 女真将领 女真铁骑 能臣良将了 什么弯颜楼市了 弯颜岩树渴了 弯颜宗旺等人吧 很快就约过燕山 进入了富饶的汉地 当时金军 绝对是所向披靡 甚至有一部分金军 吸入沙漠 和西夏党项人 也产生第一次的一种 军事接触 护布达纲大败之后呢 辽国天作地 你不看他打仗不行 他跑得快 他一昼夜 急行五百里 仓皇跑到哪 跑到长春州 金辽这次交战的 护布达纲战役 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金太祖班阿古达 就在当时那种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果断下令 和辽国决战 重创辽军主力 从片面抗辽 就开始转向 对辽国的全面进攻了 此战胜利之后呢 这些群臣 金国的大臣呢 给这弯压骨达 加号大圣皇帝 改第二年的年号为天府 那么在天府元年 就公元117年 金朝大将携野 率领一万金兵 又攻许了泰州 大将倭陆谷那些人呢 又陆续攻占了 什么险州这些地方 不久呢 附近那些广大的地区 辽国的什么 前州 宜州 豪州 徽州 成州 川州 惠州等等吧 这些地方 相继投降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呢 辽国灭亡的大事呢 实际上已经定了 听到金国 军队节节胜利 这个阵宋朝呢 也凑热闹 就派使臣呢 到达在金国这个地盘 暗中约定 加攻辽朝 与此同时呢 辽国也软了 马上派使臣来金朝议和 天作的耶律言西 当时还表示 要封阿古达为东怀国皇帝 不像从前了 蒋和只是封这个阿古达为小国国君 现在就封他为皇帝了 看见辽国来史如此说 万阿古达当时也黑然一笑 他就对手下群臣说 辽人屡败 这个时候前使求和 绝对是缓兵之计 我们别理他 继续攻讨 天府四年 就公元一二零年四月 金兵呢 开始向辽国的上京进发 出发之时呢 阿古达还让辽国的使者 叫西尼烈的 还有宋朝的使者赵梁四 都随军前行 说你们这两个使者跟着我 看我怎么打仗吧 金兵抵达上京城下 阿古达是亲自督战 金军从早晨开始发动进攻 不到中午 就已经把这上京城给攻克 辽朝上京留守 萧榻不也 率众投降 金国的这次进攻 给当时随军的 宋朝使者赵梁四 就是汉人马直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才知道这些女真蛮族啊 战斗力太吓人了 攻克上京之后呢 金军胜利班师 至此 辽国这国土啊 基本上已经被金军啊 攻占过了一半了 金国天府五年 就公元一二一年呢 辽朝都统 这一大将耶律于赌 向金朝投降 如果说天上会掉馅饼 那么耶路于赌 这馅饼对于金国来讲 绝对是一个大大的馅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耶路于赌啊 他的投降 是金国对辽的战争性质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等于是从从前的反压迫 变成了什么呢 灭辽战争了 这耶路于赌是什么人呢 他这么重要吗 哎 绝对是响当当的辽国的实力派 这当时是有名的辽国皇家宗室的豪杰 这个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辽国风雨飘摇之际叛逃呢 哎 这就得讲一讲辽国的皇太子之争 耶路于赌啊 他是天作地文妃的妹夫 那个文妃呢 升晋王 另外有个美人 元妃呢 升秦王 当时是立秦王还是立晋王为太子 这个朝臣之中啊 等于分为两派 晋王呢 一向是人气挺高 于是呢 那个美人元妃 他的这个兄妹两个就担心晋王杰族先登 当了皇太子了 以后就没自己儿子什么事了 于是呢 元妃和他哥哥一起就诬告文妃啊 他的弟弟萧玉 污蔑玉干嘛呢 就是污蔑玉和他的姐夫耶路贤阁 还有的妹夫耶路于赌 这些人啊 把这个晋王啊 立为皇帝 把这天作地架空为太上皇 天作地呢 当时也是不识真伪 马上下令把那萧玉啊 与这个耶路打噶一下都杀了 至于他那美人文妃呢 也赐死了 耶路于赌呢 当时领兵在外 等幸免遇难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马上率领手下人马向金国投降了 金太祖歪哀故达 看到这个耶路于赌投降 肯定得跟他聊啊 从这个辽国投降的啊 皇族守靠中 湾延阿古达就进一步得知辽朝啊 国内那种所有的虚实 直到他国内啊 混乱空虚 因此呢 就决定再度发兵 心气十足 湾延阿古达就命令自己的这些宗室子弟啊 什么湾延协野啊 他为这个内外驻军都统 然后又命令啊 湾延狱 湾延宗汉 湾延宗干 湾延宗旺 啊为大将 统领金国大兵继续进攻 这次大军发动之前呢 湾延阿古达还特别明确的告诉这些大将 这次我们攻伐的目的 就是要灭掉辽朝 夺取辽朝全部领土 天府六年就公元一二二年 湾延协野呢 就攻下辽朝的中京 然后呢 把这个泽州那个地区也占领了 到了这个地步呢 辽朝天作地呢 完全是进退时据 当时他就逃往渊阳坡 湾延协野和湾延宗汉就分道 向那渊阳坡又进击了 当时天作地见势不妙 马上要撒鸭子 逃往辽国的西京 金兵马不停蹄 很快又把辽国西京给攻占了 进而呢 还招降了附近的什么天德 云内 宁边 东盛 这些辽国的周郡 更重要的呢 还生亲活说了 就先前逃奔辽朝的 女真和湿列部的酋长阿淑 说起这个阿淑呢 还真有好长一段故事可讲 就在公元1096年 当时身为完颜部首长的这个湾延盈哥 这湾延盈哥是湾阿国打的叔叔 他呢 就得知女真部族当中 这和湿列啊 这个部落的酋长阿淑呢 准备啊 帅兵跟他对趟 于是呢 他就率领手下呢 向这和湿列部呢 发动攻击 打这个阿淑呢 是家破人亡 他自己呢 就逃到辽国的首都林皇 向辽国皇帝啊 控诉这湾延盈哥 对自己的攻伐 作为宗主国呢 辽国皇帝也不能看着不管啊 就马上下令 湾延盈哥 从先前占领的和湿列的部落 你够撤退 你把地址还给人家 而在当时呢 湾延盈哥他叔叔 湾延盈哥手下没有多少军队 只好接受辽国的命令 日后呢 湾延阿国打还继承他叔叔的衣帛 做了部落首领了 他所在的这个女真部族啊 羽毛日渐丰满 因此就多次向辽国要这个阿叔 说这阿叔啊 是我们的逃犯 而且还一直把辽国啊 藏匿这个女真部族的逃犯阿叔啊 当做这个辽国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所以啊 我们看日后湾延盈哥达和辽国十多年血战 每次他对部落士兵喊话训话 或者派遣使者到辽国问罪的时候 都要把阿叔这个人搬出来 而在这两国当时交往的信中 每次都有这个阿叔的名字 荆国就一直坚持 你辽国只有把这阿叔交出来 我们两国才有可能和解 作为辽国皇帝的天作地耶略颜希呢 你想大辽对于手下这些藩属酋长 我是有责任和义务的 每一次他还对荆国提出这个 交出阿叔这种要求加以拒绝 哎不行 人我不能交 因此呢 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 这个女真部族的酋长 这个逃亡的阿叔 似乎就成为金辽 他们合战兴亡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好像金国对这个同族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是等到日后 这个辽国崩溃了 金国军队真抓到这个阿叔 当时对的惩罚是什么 不是咱们想象的 那么碎瓜凌迟啊 把他点天灯什么的 只是把这个人 摁在地上打了几个板子屁股 然后马上就把他放了 后来呢金国人也特爱逗这个阿叔 一见他就问你谁啊 阿叔呢 这个时候你想有幸得命啊 那绝对庆幸的不得了 每次呢就跟这个相声捧跟的当中 还都幽默自我介绍 我是谁啊 我叫破撩鬼 我们接着讲天作地 在金军的追击之下呢 走投无路的 这个辽国天作地耶瑞延席呢 就只能继续跑 跑到嘉山 深处去躲藏了 得知金兵大胜消息 湾阿国达马上在朝中设宴 与手下群臣呢 大家庆贺 当年六月间呢 金太祖湾阿国达亲自领兵 又从上京出发 追击辽国的天作地 一直呢追到大渔坡 十二月呢 阿国达就率领湾安宗旺 湾安楼市等等吧 这些大将率领大军 又进攻辽国的南京 辽国南京呢 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了 这时候呢 北宋军队 还又从燕京南路那块过来了 配合金军攻打辽国 而当时在燕京的辽朝小朝廷呢 是北辽了 北辽我们先前讲过 就是辽国的这个大将 耶律大使 他们拥立的另外的一个 这个耶律宗室当了皇帝 而这个刚刚当上皇帝没多久 那耶律纯呢 很快就病幽而死了 他的皇后肖德飞呢 这个老公死后也仓皇出逃 得知金朝大军啊 席卷而来 燕京城那里的辽国汉臣 赶忙大开城门 投降了 由此呢 湾压国达就进入了燕京城 接受金国和辽国投降官员们 那些朝贺 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 湾压国达啊 绝对是个奇迹 你想他初起抗辽的时候 手下仅有八百多人 也就是靠着这些人 竟然最终 以十多年的时间 攻灭了七丹辽国 这样当时一个浮原万里的大帝国 金国天府七年 就公元一二三年 金兵金将啊 就把燕京的工匠财宝 鲁略一空 而且呢 还按照先前和宋朝约定的条件 金朝把燕京啊 周围的六州之地啊 分给了这个宋朝 蜿蜒窝鲁 蜿蜒宗旺呢 那些将领继续率兵 追击天作地 金太祖自己呢 就领兵回师了 同年八月 金太祖在返回上京的路上呢 病死了 十年五十六岁 湾压国达死之后呢 他的四弟蜿蜒无其满 既皇帝位 这个人呢 就是金太宗 金太祖湾压国达这个人呢 在他心里是一直非常痛恨 辽国 痛恨齐丹人 但是他对宋朝的态度啊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和善的 攻陷燕京之后呢 湾压国达还真按照先前的约定 把燕云十六州啊 当中的燕京 卓州 益州 潭州 还有顺州 包括景州 冀州 都还给了宋朝 特别是其中的景州 虽然他也在长城之内 但实际上并不属于石敬堂啊 当初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之一 而且这一州呢 是在辽统合七年 就公元989年 是辽国呢 从宋国自己夺来的土地 也不算做燕云十六州之一 由此可见 当时的金太祖 弯压骨打 他对宋朝来讲 还是非常守信的 非常厚道的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在宋朝娶了公主 就能和自己亲爹 称兄道弟 我们要知道 古代驸马娶公主呢 有个专有名词 叫上主 公主的出嫁呢 叫出将 或者下将 这其中差别 我们可以细评 怎么看都能看得出 驸马的地位 你肯定是要低于公主的 因为驸马呢 既是公主的夫婿 也是公主的臣子 这还都不算啥 宋史当中呢 就记载过 跟驸马有关的一种特殊的制度 叫什么制度呢 生刑制度 什么意思呢 驸马和这个公主结婚之后呢 这个驸马 他在家中的辈分 就提升了一级了 怎么计数呢 以祖为父 以父为兄 也就是在名义上 他就变成了原来爷爷的儿子 他自己爹的 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 那生刑制度 真正出现的时间 历史上记载并不确定 在宋朝之前 肯定是没有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生刑制度呢 宋史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以必救姑之尊 也就是说公主身份尊贵 那驸马升刑之后呢 就避免了公主呢 向公婆行礼 或者是服侍公婆进餐啊 这些活动 由此来体现出皇室这种尊贵 此外呢 还有一种更详细的解释 说什么呢 就北宋初年 驸马大多从那开国凶贵 在世家当中选择 而太祖和太宗呢 这两人是兄弟 他们的女儿呢 就是同伴 但因为年龄差距 出嫁要先后 有的公主呢 嫁给了大臣的儿子 有呢 又嫁给了大臣的孙子 所以在明面上呢 皇家呢 这个辈一辈上就低了大臣一辈 为了保住皇家的这个颜面和尊贵呢 因此就有给驸马生辈分的这样的做法 就生刑制度 生刑制度 在北宋真宗朝 最为盛行 当然了 也并非百分之百的都生刑 生刑制度 如果从公主的角度来看呢 绝对是一举夺得 但是从驸马这边来看 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毕竟呢 作为娶了公主的驸马 对他来说呢 你想 娶了公主之后 在家里就和自己亲爹成雄道地 就绝对是违反礼节 有备人伦啊 所以说呢 你即使公主有皇家之尊 也不能凌驾于这个中国的伦理道德之上 因此在当时啊 对这个生刑制度的质疑声啊 就挺多的 送神宗继位之后 就颁布了公主行旧姑礼照 就废除了驸马生刑制度 要求公主啊 你嫁到这个人家之后 应该与民间女子一样 出嫁后呢 要对公婆行旧姑之礼 就说你得跪拜公婆 没一说中国史 说着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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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